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想到有台的舞力全开节目 也因为这个节目使得台湾的国标舞蓬勃发展 然而却鲜少人知道 这个节目的幕后推手是 中华民国国际运动舞蹈发展协会的 陈卫娟老师 为了国标舞 陈卫娟老师和刘顺义理事长 一直在默默地耕耘 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心力 才使得台湾能争取到WDC 职业国标舞世界大赛 与WDCAL国标舞台湾 循回业余积分赛的主办资格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 在国标界叱咤风云的陈卫娟老师 居然是出生于一级贫护的家庭 究竟她是如何翻转她的人生 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一级贫护可以变成国标舞的冠军 因为大家都知道学国标舞其实要花很多钱 那事实上我比一级贫护还要再辛苦一点 因为一级贫护的定义就是家无恒惨 然后全家都没有人可以有工作能力 那我们家是五个兄弟姐妹还有爸爸妈妈 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圣结石开刀 然后一连串 在我的小时候的印象里面 他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 所以我们家的田产都变卖掉了 因为我们家就已经拿去贷款 那其实已经没有剩余价值 但是因为登记上还是有一个房子存在 所以我们连一级贫护的补助都拿不到 所以在那个当时呢 坦白讲我妈妈真的很辛苦 她也一个女子弱女子 然后我爸爸又在医院 她要照顾我们全家 说真的没有人有办法把这样的童年 可以去联想到一个拿到台湾国标舞冠军的人 甚至到东南亚摩登舞职业冠军 家庭经济的压力使得陈卫娟老师从小就必须出来打工赚钱 也因为吃苦耐劳 做事认真勤快 一路上不断有人帮助她 扶持她 给她机会 成为她生命中的贵人 就在她打工的地方 她碰到她公公 也成为她生命中的转捩点 我们在很穷困的环境里面 让我知道我想要成功改变我的人生 那我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 所以我从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打工 我在牛排馆打工的时候呢 我的公公有一天她来跟她朋友来牛排馆吃饭 事实上呢 她是不喜欢吃西餐的 但是那一天就这么巧的她朋友邀请她来吃牛排 她也是我的贵人 那时候我公公就说 阿冠喔 你来欧跳舞啊 我说阿伯 不过我没钱呢 那个我公公就说 沒關係 你来欧 我不给你收钱这样 我说 真的吗 她说 真的 那我就想来想去 想一想 她看我过了几天都没有再去 她又再来找我 那我就说 阿伯 我真的没钱啦 不过我是很爱跳舞啦 那她就说 没问题啦 你就来学啊 你来学啊 如果你跳得很好 可以当我儿子的舞伴喔 即便家境在清寒 并没有让陈慧娟老师怀忧上志 反而磨练出她成熟坚毅的个性 来面对各种困境 就算是当时年纪小 她也暗自在心中许下 我一定要成功的心愿 努力翻转自己的人生 别人在吃大餐的时候 我们在练舞 别人在看电影或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练舞 我们甚至在过年的时候 别人在休息 我还去跑步 因为我觉得 我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 我才可以翻转我的人生 一个一己平复要成功的翻转自己的人生 坦白讲真的不容易 但是做得到 只要你不放弃 我一直都有这样的信念 所以我可以拥有今天 现在的情况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有自己的教室 有一群非常支持我们的学生 还有一直都很支持我们的家人 我也很高兴 我的父亲的身体 不再像以前那么虚弱 陈维娟老师把吃苦当作吃补 这样的奋斗精神 也才能翻转人生 舞动她的人生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继续收看我们 舞动人生系列报导 我们下回见